你現在在現場 你的思考會是什麼 我先跟你請教 我覺得我今天來錄節目是不是自投羅網 你搞錯跑了 我們很久就敲好通告了 所以剛好就敲很久了 敲很久了 不好意思取消 其實我覺得 剛剛大家都一直在講 其實最重要的第一個事情 這個地方是當初民進黨跟基進黨一起 我們在2020年的選戰 把它拿下來的 所以說當然3Q被罷免掉之後 我們自己包含很多 不論是民進黨或基進黨 或我們的支持者 是心裡面非常難過 也覺得很不捨 所以這個部分我相信我們必須 不論是基進黨或民進黨 我們都得回應這一邊 對我們的支持者的情緒 因為這個情緒 昨天我去一個 我們很重要的長輩的一個 就是說家裡面的事情 隨便他們看到我就給我拉過去說 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再輸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理解 地方大家有很強烈的情緒 所以接下來的狀況其實在 我相信就像是我們現在 不論是士凱 或者是我們地方的議員 或我自己個人 我相信我們的態度都一樣 就是這裡如果誰能出戰 我們全部都會團結 我其實也跟士凱議員講 我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選過兩次 他在在地經營非常好 幾乎我們現在聽起來 在地對他的評價都很好 所以如果士凱要戰 我們也會全力支持他 今天誰要戰我們都全力幫忙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個地方 不是一個個人選戰的問題 就像當初3Q在這邊 他也不是個人選戰的問題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的補選 也不是個人選戰的問題 他是民進黨跟激進黨必須要 還有我們所謂共同價值的 所謂支持者或政治工作者 必須在這個地方把我們接下來 想要打的這個很短 不到100天的仗給打下來 我們我覺得單純用政黨的層次來看 就是說政黨的層次 我們也看到這一次的罷免 雖然我們認為很不公平 剛剛其實激進 陳主席也講到了 如果嚴格覺得他不用他說來選的話 你當初就指點一下 你就幫忙陳柏惟就好了 把事情做好就好 你把他罷下來幹嘛呢 所以其實對大家來說 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會認為說 如果說這個政治上面 這惡鬥再如此的話 不是辦法 尤其我自己個人一直很反對說 國民黨其實是針對一個 跟他價值不同的小黨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一戰接下來的戰法 或者接下來的補選 事實上應該是比較傾向在於 我們不能讓國民黨認為 這種價值或這種錯誤的方式 可以繼續下去 包含我們剛剛提到的公投 包含我們 當初對於3Q這個罷免案 以及接下來聯償左委員的罷免案 我覺得大家的態度都一樣 就是我們以政黨的立場來講 國民黨他們這個罷免完了之後 他們那個氣勢機上來 你難道真的要證明給全台灣人看說 這種比較不公義的罷免的方式 是對的嗎 對於某一個小黨的追殺是對的嗎 甚至 其實我覺得朱立倫主席 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的糟糕 他說如果一個立委再去把抗中保台 放在前面 你就要被罷免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明顯的是 想起一個號角 是國民黨你正在對 所有抗中保台價值的小黨 或者是抗中保台價值 而你在地方選區裡面 相對的這個所謂選票懸殊 你有機會利用民主的方式 去用罷免的方式 用民主價值的方式 你去罷免掉一個 你所認為堅持抗中保台的人 我覺得這個價值上來講 我們非常的反對 所以我請教 要守下來的話 我們常常說在選舉裡面 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那你本人的部分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的屋下有在中二選區嗎 我也必須講 就是說其實這幾天 大概黨內有一些前輩就跟我說 不論後來抉擇如何 那先把選區簽過去 是說靜宜醫師 我們要先請問一下 你有兆逃過嗎 你小時候有打過電動玩具嗎 這個可能會被人家挖出來 所以要先問你 還是告訴你 你的財產的問題 你哪有超過二十筆 你現在先坦白重寬 靜宜呼聲這麼高 如果是嚴家 他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他如果要你派靜宜出來 這樣我要怎麼轉 我是不是要再去思考一些 相關的人選 有在抖 對 那我是看誰 然後我覺得好不好打 我們是因為大家說不捨 不甘願 這個怨氣要輸 但是對嚴家來說也是 他是好不論贏了這個 這個嚴長賽 然後嚴長賽的第二局又輸掉 讓他前面花那麼多錢幹嘛 但問題來了 就是說他也在擔心到底 不管是激進還是民進黨 就激進跟民進黨 這個團隊會推誰出來 這很重要 就是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我們說女生是有優勢 因為你對的就是對照的就是一個嚴寬恆 如果是嚴寬恆 所以如果出來的是女性 當然有優勢是以柔克剛 所以嚴家其實也在看 所以他第一個他也會釋放 就是說第一個不一定是寬恆 第二個不一定是嚴家 但是雖然不是嚴家 但是絕對是他們家來的人 下面有說家來的人 就是他們家認可的人 因為他們事實上地方派性 所以認可的人不一定要姓嚴 你的意思是這樣 他認可的人不一定姓嚴 你姓夫就不姓嚴 不過姓夫也是家裡的何姓成員 對 我就講說一定是家裡的 一定是家裡的 只是不一定姓嚴 但一定是他們家 因為是地方派系 而且他是有危機感的 不要以為他贏 雄鴻如果是媳婦 他們的媳婦裡面 有對從政有那個志向的嗎 事實上在 在嚴金彪入獄之前 嚴寬恆跟嚴利敏 是對於從政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你說現在在開始培養都來得及 他們是趕鴨子上架 因為他們地方派系的實力 本來就有能力去把一個人推出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來看 回顧整個嚴寬恆參政到現在 他的票是越來越多 他是慢慢熟悉起來 嚴利敏也是慢慢熟悉起來 所以如果 我覺得他現在也是在看說 到底我們這邊會推誰是 不管是靖怡 或者是佳安 或者是誰 這都有可能 他們會因著這個狀況 來調整他們的戰略 為什麼 他也有不能輸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輸了 就像惠真剛剛講的 輸兩次之後 不是說嚴寬恆這個人的 個人的聲譽是地方有紅派跟黑派 算是國民黨 現在紅派 難道就會 很心甘情願的看著這個地盤 永遠都是你黑派爺家的地盤嗎 也許紅派也虎視眈眈 所以事實上我知道現在 他們其實地方就很在動員 開始在打電話 拜託說 還有一戰拜託要繼續停輪 嚴家一定會選 他有 他何必為人作駕 你覺得這一次的罷免案 嚴家沒有出錢出力動用資源嗎 有嘛對不對 那我罷免的目的是什麼 我罷免的目的是因為我嚴寬恆 我2020年我去年輸了不甘願 我去年輸你五千票而已 那是我真的 去年嚴寬恆是輸在太大意 因為他想說陳柏惟你一個年輕人空匠來台中 你這裡認識的人 沒有幾個 你怎麼可能會贏 就真的讓他贏了嘛 所以基於這樣的情緒 他才要大力投入這罷免 好 你現在罷免案過關了 那你說嚴家不選 他讓給誰選 而且我跟你講就政治的現實上 國民黨在中二這個選區 中二選區是從2008年改成單一選區兩票之之後 這個選區才是這樣子 可是晃哥你能不能理解說 嚴寬恆之前在罷免案 雖然說他說 那不是就是說他是公民團體 他說不是我主導的嘛 可是他那時候已經接近是被一種零職 比方我們翻出來 你質詢律是如何 各位訴對不對 那比方我們翻出來 家裡面財產也好 或是過去的那個司法案件也好 那樣子一波的 這些空氣已經罵了 又把它揹開那種感覺 那這一次 這對嚴寬恆很無傷 無傷 因為他的會支持他的選票 根本不在乎這些事情 你覺得他們那些人不知道 除了嚴家以外沒有人 因為從嚴親鏢參選立委以來 國民黨在這個選區 從來沒有提名過人 沒有提名過別人 嚴親鏢不是國民黨籍 我有疑問 你說因為以前 嚴親鏢是無黨籍的 對 那有沒有在過程間 曾經有過國民黨的誰說 這副我想要來征戰一下 我也想要開江癖土 我很簡短講一下 他在那一區的選區 在過去 因為08年才改成單一選區 在那個之前是大選 對 那之前還有一個誰 你知道嗎 就是楊瓊英 楊瓊英的選區 原來是在那一邊 海線的 為什麼後來移到了這個 就是所謂的三層這邊 就是因為改單一選區之後 不敢跟嚴親鏢比 對啊 這個其實是地方都知道 所以那一區 除了他們家可以決定人選 是不可能有其他的人說 我有足夠優秀的人 我敢去那裡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